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觉得她特别温柔 善解人意 但现在我觉得她特别无力取闹 我做什么她都觉得不对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可现在我觉得她只想着自己 根本一点都不在乎我 她特别不成熟 特别幼稚 什么事都异想天开 而且总是拿我跟前男友比较 我真的很烦 我做什么都不对她心思 她总是打压我 我本来就比她条件好 但她身边还总围着一些异性朋友 根本就不懂得珍惜我 有请巨队情侣有请 小富22岁来自天津学生有请 小李22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 网恋是吧 当时是在社交转身上当时认识的 聊着聊着 然后就熟了 熟了之后我俩就见面了 见面之后开始升级关系 然后后来我才在一起了 谁提出的升级关系 当时是算是我追的她 现在多久了 现在我们在一起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我觉得我俩现在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她这个女生最大特点就是特别作 特别喜欢拿我跟她的前男友做比较 我特别接受不了这点 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她了 我想把我们的关系降级 是这意思吧 对 有点那意思 我讲一下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有一次夏天的时候 当时她感冒发烧了 我还专门去她家去照顾她 她说她感冒发烧了 所以说也不让我开空调 然后我到了她家之后 我把她要喝的药 然后水都给她准备好了 我觉得我爸作为一个男朋友 我觉得就是该坐就坐好了 然后因为屋里太热了 所以说我就 趕快到旁边的屋子里去吹水空调 结果就这点事 她就不乐意了 她就 哪有你真的要当男朋友的 她就想起她前男友了 她就说 我前男友跟我恋爱的时候 那么热的天 她都一直在旁边照顾着我 然后都快中暑了 还陪着 你怎么就不行呢 然后就为这点事 然后她就想要跟我提分手 主要是的主持人 当时的时候 她帮我端完了水 药 然后她就去空调屋里 去空调玩游戏 我当时还没睡着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吗 你的细节 你是我男朋友吗 我前男友当时就对我特别好 当时因为 那为什么她跟你分手了 我当时幼稚吧 不懂事就错过遗憾了 所以你还很怀念你的前男友 不是 我只是说事不说人 就是吧 我理解你了 是难受 还有别的事 其实这种事还有很多 还有 对 再说一件 就是在新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需要有运动会 然后呢 她让我报名了一个 1500米的长跑 我跑着跑着就 实在跑不动了吧 然后呢 我就有点说累了 然后我就直接从赛道就退场了 退场之后 然后她看见了 然后她又不乐意过来熟了 我说 哎呀你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呢 一点都不会去坚持 说即便你跑不动的话 你走也得走完全程 我就觉得挺没必要的 然后呢 怎么没必要呢 就想起来又说她前男友说 哎我跟我前男友一起参加运动会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她说我跟我前男友当时参加运动会的时候 我俩弄得特别累 特别累 然后之后就躺在操掌上还睡着了 这是特别浪漫的事 哈哈哈哈 是怎么没必要 大男子汉怎么就坚持不了了 主要是主持人 当时他跑不下来 我说没关系 我陪你一起走 我说你女朋友 然后咱们再有奥林匹克精神吧 哈哈哈哈 但是他这点就不愿意了 而且我就想想我前对象 我觉得这个没 对我觉得我说的没有错 不是你老说你前对象干嘛 关键是 主要是当时我就觉得他做的就没有我前对象做的好 我前对象当时因为我听见折腾 每天公交地铁来回好几十公里 那么折腾都可以 他连个1500米我陪你走 我说没事最后一名也没关系 他都不愿意 他就是不太爱我 前对象那么好为什么散了 因为当时不懂事就错过了 遗憾了 所以你还在怀念他 没有只是说事情 又是对事不是人 对 我就觉得他没有我前男友就好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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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男人和理解 陆琪老师我们有同感吧 就任何一个女人是这样 咱都受不了 老师他就是类似的就是除了他怀念前男友之外 就是他还有一个自己的理论 他说他的前男友因为对他实在太好了 所以说如果之后呢 他也对之后的男朋友那么好的话 那他就会觉得会愧对于他的前男友 这是一个我听起来觉得很荒谬的理论 因为前男友对他太好了 所以对他就不能好 是这样 只能降级处理 对吧 是这意思吧 是 主要是主持人是什么 这是个什么理论呢 都跟你分手了 你还对他好 不对他好 主要是主持人 他做的真的没有付出了 没有那么好 他要真的做的好了话 我都不会来比较 也不会这么说了 我肯定会对他好啊 就老师 就是他家呢 是这样的 就是还有很多事啊 他家有一个比较小的妹妹 然后他家里呢 是希望他找一个 比较靠谱的男朋友 能陪着他照顾他呗 然后呢 结果有一次呢 他妈给我打电话 说哎小伙子 那个来家吃个饭认识认识 我一开始 当时听完以后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哎 能见个父母 然后呢 说不定还能推进一下我们关系呗 是是是 对 然后呢 听完这事之后 他竟然不乐意了 为啥 对我就不乐意了 他说 哎那个 我跟前男友 当时他对我那么好 结果呢 我都没有带他去见我父母 但是现在的话呢 你没有我前男友好 我凭什么要带你去见我父母 然后老师你知道吗 真的 我听了这事之后就 特别生气 对对 无为哄饼 前男友在哪 我们贴个寻人启事 把他找来好不好 你看你说前男友他乐 主持人 前男友已经是过去试了 错过就错过了 主要是 没过呢 在你心里可没过呢 你妈请他去吃饭 你凭什么阻拦啊 主要是主持人 他为我付出什么 他刚刚也说了 他也没付出什么 他也没有对我有多么好 他凭什么见我父母 他配吗 不不 你可以说他不配 但是你不能说 我前男友都没有那个过 哎呀 我觉得就抛块前男友的话 就是我感觉 就是可能因为跟前男友有关 所以说我在他心目中 我总是觉得他对我没有爱意 因为就是有句话叫什么呢 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觉得两个人恋爱的话 应该都是很爱对方的 但是呢 我感觉他的话就特别喜欢 就是抨击我 还总喜欢给我贴一些标签 他说我是顽固死地 老喜欢花家里的钱 我这么说你有毛病吗 有毛病还不让说了吗 因为老师我们现在就是 还是在上大学嘛 就是我觉得就是 适当是找家里去要一些 就是经济的 就是人主要他都说了 我们现在都在上大学了 他他现在还找父母要钱 要零花钱也没关系 主要是让他父母花钱 去给他花加油费 然后还让他十万块钱去买车 我就觉得不对 哪有一个大学生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啃老 我给他贴着标签 我觉得我没有错 没有毛病啊 主持人我觉得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 虽然是还在上大学 但是也算是成年人了吧 而且呢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作为学生 还有一年才要毕业 所以说就是 找家里市场要点钱是正常的 而且呢 这件要点钱吗 让父母给你买车要点钱吗 让父母给你加油要点钱吗 但是我现在还有很多 学业要去干 因为我现在还有就是 应付各种考试啊什么的事 我其实是有很多事要去做的 主持人主要是我们同事大学生 为什么我就可以边上学边挣零花钱呢 你就不能自个挣零花钱吗 最主要的是什么主持人 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摄影 照相机还是他爸妈也是付的钱 没关系 这都没关系 主要的是他拿照相机免费给小姐姐拍照 这个过分了吧 哦 关键是这个过分了对吧 对 说那些不重要对吧 最主要是他是无偿 他可以拿这个收本的呀 哦 可以给小姐姐拍 对 他也可以拿这个挣钱的呀 可是主持人就是 我跟那些拍照的女生啊 就是都是一些自己的好朋友 好朋友之间如果说 哎 我想拍个照啊什么的 我还找他们去要个钱 我觉得这点事也不值当开口 而且我觉得这样如果说找他们要钱的话 就影响我们之间本身的友谊了 懂了 而且嘛 就是他老说 给我拍照的那些人都是小姐姐 就是一般男生很少说 哎 喜欢找个人给我拍拍照 知道了 别一说小姐姐看你眉飞色舞的 嗯 得克制 主持人主要是什么 生气的点并不是这些 他收各种异性的奶茶 帮人的拍照片 天天跟那些异性混在一起 还是异性请他吃饭 他跟异性去吃饭 他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我就觉得我心里还委屈呢 其实他也是只照照片不对人 对的是事不是对人 就跟你跟前男友是一样的 前男友我说的是过去 他现在是现在是我心里 看了就不舒服 他和异性天天在一块 是吧 是啊 哎呀 他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给你拍吗 我给他也拍啊 但是给他拍的挺多的 但是主持人没有给他异性多 行吧 你还吃醋 能出醋也算个好事 主要是主持人还不是因为这点小事了 那你说大事 主要是他还有红颜知己 他和他的哥们兄弟啊 组成一个摇摇滚乐队 男的女的 男的 但是呢 他招近了一个跟他玩特别近的女生 他俩走得特别近 他俩去外地音乐节了 我都没有跟他去过外地 是他们乐队去了音乐节 还是他单独跟那个女的去了音乐节 是我们乐队一起去的 你知道吗 一开始不知道 为什么瞒着人家 就是这个事的话 当时那个我没有刻意瞒着他 后来也跟他说过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首先这个事 我也没有太心虚的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乐队出去团建吧 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 主要是主持人 他和那女孩玩得太近了 搁外地里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而且就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回来不久 他们四个人 他就过生日了 那女孩送他一把吉他 我都感觉到关系不简单 那这个事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在之后嘛 当时那个 他老说那个女生送我电吉他 但是呢 之后的话 在那女生过生日的时候 我也又给他回送回去了 我觉得这样我俩的事就扯清了 就是有趣有还嘛 扯清了吗 他给我送完东西 我再给他送回去 我觉得就是 这是一个正常 是元琴送回是吧 不是 是我又给他买了一个 别的东西送回去了 给他买了一个唱片 主要是主持人 他俩这一回一送的关系 我感觉更不简单了 肯定不简单 对 我感觉他俩关系都那么近 他俩直接搞对象不就好了 那还让我搞什么对象呀 哎呀 说得太对了 他考虑过我心里的感受吗 后来这事怎么结束的呢 总得了结呀 我就让他写检讨了 写了吗 我写了 但是呢 他还让我把这封检讨 就是在学校里 当着很多人的面去 读这个检讨 主要是主持人 当时的时候 我让他写一个检讨 我觉得不过分啊 他和那女的送着这送那的 回来回去的 我感觉过不过分 我感觉过不过分 我就想知道你读没读孩子 我最后没读那个检讨 我就感觉面子和对象 对他来说就是面子重要了 行 老师我觉得就是 我跟他之间的现在呢 关系就是已经淡了 我觉得我俩就是应该 应该放过彼此 分手是吧 对 有点 你就直接说 我接下来分手 都不就完了吗 现实生活你分不掉啊 就是他现在呢 还想让我重新追他 他我觉得 特别把感情当儿戏 我觉得他脑子里 想一出试一出 还让我重新去追他 我觉得就是 有点不太想了 啊 明白了 怎么就当儿戏了 不是 人家都想离开了 你还让他重新追 主要是我来这个台上 我是想要和好的 然后我想把这误会解开 这是误会吗 没有什么误会啊 我觉得应该去找前男友啊 主持人 我拿前男友 只是说是 然后不是对人 然后主要是 他真的没有为我付出什么 我想让他 不是 他没付出什么 所以他走不就理所当然吗 对不对 因为主持人 我对他还有感情的吗 有啥感情呢 前男友那么好 对他有感情 你可跟我们说了 你的原话是 你一点都没付出 你付出什么了 那他到底对你是好 还是不好呢 只是主持人主要是 他一会儿玩复古车 一会儿玩编曲 一会儿玩乐队的 一会儿又玩这玩那的 他把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爱好 还有免费给小姐拍照 我实在是心里委屈 我觉得他应该把注意力 分散在我的身上一些 我就感觉特别委屈 我想让他改变一下 我想还想和好 行了 让这姑娘说 我还想和好这几个字 不容易啊 然后姑娘这番描摹 基本清楚了 就是在男生 现在的世界里 除了学业 还有他的爱好 对 除了他的爱好 才是他的恋爱 现在你想让那个男人 把他更多的生活空间 向你打开吗 但是人家现在 多关心一下我 多给我一些时间 是啊 现在人家是想走嘛 所以女生提出来了说 能不能留下来 我们再来一次 男生说我真的想走了 我受不了了 各位老师 你们要帮谁呢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哎呀 我听到最后 才听明白 开始我还真是觉得 女孩真是粗 哎呀 总是在怀念前男友 但是听到最后呢 我还真不是这么认为了 刚才男生说要提出分手 我还是觉得蛮解气 但是女生最后弱弱地 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貌似其实你的前男友 是你的天花板啊 哇 对我这么好 那么好 为什么分开呢 是因为你折腾 你作 马上他也成为前男友的时候 你依然会有同样的想法 当初为什么 他对我这么好 我不珍惜 我折腾 所以你一次又一次地后悔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 从上一段感情当中 你认到了错误 知道自己到底做错在哪儿了 怎么去避免 同样啊 这就是重蹈覆辙吗 这就是又上演了 同样的一轮戏吗 你还会跟下一任说 哎呀 我的前任对我是太好了 为了我拼着命地跑一千五 我发烧了 感冒了还来陪我 然后还要给我写检讨等等 为什么总是在回忆过去 总是在后悔 不能够改正错误 你太弱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一说 他有这么多的爱好 他的人生很丰富 他的朋友很多 他感兴趣的事情也多 所以他是发光的 而你不是 你就是一味地抱怨 拿着过去错过的一份感情 在让他去达到这个标准 然后弥补你的遗憾 为什么你的爱情总是遗憾 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自己 你以为一个男人爱你 你就是最幸福的那个吗 你什么都不做 你就开心了吗 但是对方给你的爱 随时可以撤回 就如同你前男友和现男友一样 当没有他们之后 你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你之后 还有乐队 你一无所有 你还做什么做 好虚弱 好无力啊 我认为今天在六十秒的当中 你要和他说对不起 对过去你的作说对不起 至于是否他还愿意留下来 看他现在的感受 你总是抱着上一段恋经 你出不来 那一定会伤害到下一任 就这样 女生你从小 是被人赞扬长大的吗 但是我相信 你这是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我对这家人是最大的 恋爱你 你也是不来 我可以看到 我也可以看到 我 commentary 我说我跟那个 我也是不来 你 是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你不是 跟着说 我 我 老婆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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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傻姑娘啊 父母那样对你 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 这个女儿就是你做得再好 或者做得不好 其实父母都会那样对你 就像你的妹妹可能表现得不如你好 但你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少爱她 而跟一个恋人相处 能让男人那样对你的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让他觉得开心快乐 谈恋爱首先得是开心快乐 我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我本来很平凡 但她的话让我觉得我在发光 我是王子 我本来觉得我一无是处 但是她居然看得出来 我其实弹了一把好吉他 我开了一首好车 也许我现在正在为我还在花父母的钱 而觉得痛苦 但我的女朋友看得出来 我将来一定会是那一个 会回馈给我父母的人 这样的话你的男朋友会觉得 我是被肯定的 我跟你做伴是快乐的 他才会花时间留在你身边 我们跟父母 有的时候这个爱不讲条件 但是很残酷 就是突然家里头多出的这个老二 打破了你们家的这个规则了以后 你忽然发现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是你的父母没处理好孩子 这不是你的错 你的父母可能让你太多的去让着妹妹 忽虐了老大的感受 但这个你不要再在恋爱里弥补 请你一定要记得 你的爸妈一定爱你超过老二 这也是我永远告诉我们家老大的 我也是两个姑娘 所以我特别会敏感地 关注着我们老大的这一个情绪 我们老大会不会遇上 像你这样一样的失落感 我的确也更喜欢老大 为什么 我跟老大在一起 我们已经度过了很多欢乐时光 而跟妹妹在一起的 其实是在复刻和回忆那一段 我经常会跟老大说 我说你看妈妈在抱着妹妹的时候 你小时候就是这样肉的 你也是这样爬的 就是妹妹做的这些愚蠢的事情 你也做过 而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的父母可能没有注意到 你的这些感受 可以原谅自己的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对你的爱从来没减少 他们只不过是在心里头 开辟了一个新的房间 新的领域去装了妹妹 而不是剥离了你的这一块 这个妹妹眼下没什么好 但是等到你可能真的三十岁四十岁 妹妹长大一些 你看着她永远拉着你说心事 而你自己有事没事 总想着我喊着我妹吧 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个伴挺好的 别对男朋友那么苛刻 把你的那个所谓的前男友给放下 我相信前男友对你也没有那么好 因为他走了 所以我们忘掉了他做的各种不足 只记住了那一丢丢的好 把那个人放下 这个人如果他想走 我们也不留 自己好好生活 不要再拿过去的这一些缘分 去做任何的对比 记住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开心快乐 说着开心的话 做着快乐的事 分享彼此的兴趣 打开自己的心扉 不要做 不要伤害他们 米娜老师给你做了那么多的分析 目的只有一个 不是说你对 是让你刻薄 富奇老师说的所谓的骄傲是什么 你保持在男性面前的骄傲 但是不是让你无情地践踏别人的尊严 你就不说了 你真的不是一个好男朋友 你如果是这个姑娘也不会这样 多多少少有你逼她的成分 让她走吧 她心思也不在你这了 是喜欢那个乐队的小姑娘了吗 人家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 还装呢 承认跟人说对不起 然后走人 一开始是她不懂她珍惜 她不懂 现在就是你 小子这个心色活泛了吗 直接跟人说不就行了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条 咱俩其实也相处过 一年多的时间了 其实最初的时候 我觉得咱俩当时还挺好的 但是后来吧 还是挺接受不了你的一些问题 而且你也说过你要改 但是你也没有实践的改变 而且我知道我自己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吧 就是觉得咱俩 其实最好的结局就是 放过对方 不好意思 是我之前有一些小性格不懂事 但是我也是有一些事 想让你变得好一些 再见了 谢谢老妹 请回请回 第二提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2 情感空火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我来曲总做一个预测 真的双 双不出吗 对 我觉得男生很决绝 女生应该也想清楚 双不出吗 双不出 我希望双不出 肯定是双不出 这么一致吗 来 请开门 特别开心 我真的希望今天这个女生 把你们说的所有话全部记住 扔掉过去 才能有新的开始 祝你们分离